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嫂子生下了一个女婴。 我妈为了得到一个孙子,将女婴活生生封在子孙坛里。 后来,嫂子又怀孕了,她终于如愿以偿生下了一个男孩。 可孩子刚出生,脖子上就有两个小小的黑手印。 嫂子是我哥花了五千块买来的,他长得不错,就是有些吃傻。 前两次怀孕,我妈特地让神婆过来算了算。 神婆都说这生下来的铁钉是个女孩。 我妈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她呸了两下,直骂晦气。 你这婆娘也忒不争气了。 我妈冲着我哥骂道。 我哥抽着闷烟,阴沉着脸也不说话。 我妈不管嫂子的哭闹,硬是把她带去镇上的医院,打掉了孩子。 我心里虽然很心疼嫂子,但到底我这个姑姑没做主的份。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嫂子留掉了两个孩子。 后来嫂子又怀孕了。 这一次,神婆说是个男孩。 我妈欢天喜地,连对嫂子的脸色都好了不少。 怀孕时,我媳妇胃口不好,天天孕吐。 我妈比谁都要着急。 哎呦喂,这可不能饿着我的孙子啊。 她变着法子给嫂子做好吃的。 嫂子被伺候的皮肤都白了不少。 那段时间,我看见她脸上也露出了笑意。 我也由衷地希望,嫂子能真的生下一个男孩。 倒不是我重男轻女,只是因为我实在不想看到嫂子在受苦了。 终于到了嫂子临产那一天。 我妈舍不得带她去医院生。 嫌贵,她在村子里找了一个接生婆,给我嫂子接生。 接生的时候,我妈不准我进去。 她说,我是个女孩,身上就带着晦气,让我滚一边去。 我担心嫂子,眼巴巴地在窗户外看着。 随着嫂子的一声叫,我看到产婆捧了一个婴儿出来。 我妈高兴地抢过孩子,但很快,她脸色就变得非常难看。 怎么是个女孩? 我哥嘟囔着,不对啊,神婆不是说是个男孩吗? 床上的嫂子颤巍巍地求我妈,把孩子给她看一眼。 我妈瞪着嫂子,看什么看? 不争气地捞玩意。 我哥也骂骂咧咧地,还踹了嫂子一脚。 嫂子疼得直抽抽。 我终于忍不住了,冲进去就挡在嫂子面前。 嫂子才刚生完,你们怎么能打她? 我妈冷笑一声,竟将女婴直接摔在了地上。 我吓坏了。 床上的嫂子不顾自己的疼痛,连滚带爬地下床就抱起自己的女儿。 女婴发出刺耳的啼哭声。 刚出生的婴儿哪惊得起这么摔,我瞧见她的脑门已经微微变形了。 妈,她还是个婴儿啊。 我气得吼道,可我妈却冷漠地瞥了我一眼。 当初生你下来的时候,我也摔过你,可惜没摔死。 养着你是为了,以后让你赚钱给你割盖房子。 我心凉了一劫。 虽然从小我就知道自己不受待见,但听到这话,我还是委屈地想哭。 嫂子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孩子。 她哭着摇头,不要,不要,这时,神婆来了。 我妈虽然生气,但也不敢给神婆脸色看。 毕竟神婆在我们村里,是非常德高望重的角色。 先,您说,这孩子是个男孩,怎么生下来却是一个女孩呢? 神婆眉头紧皱,她盯着孩子,掐指一算,坏了。 这孩子本该是个男婴,但却中途被这女婴给吃了魂,站了身子。 这可不是你们王家的孩子,这是一个讨命鬼。 神婆话音刚落,我妈和我哥的脸色就变得难看无比。 我妈颤颤巍巍地说道,那该咋整? 神婆的脸色冷了下来,灰白的眼里闪过一丝金光, 对付这种讨命鬼,就应该砍她四肢,封她口鼻,封在子孙桶里。 这样原本属于你们王家的孙子,就会再下一胎回来。 我一听,脸色煞白,前两个孩子留掉,到底是未成型的孩子。 可这女婴生的粉嫩雪白,五官一看便和嫂子十分相似。 这是活生生的一条命。 我妈竟然点头答应了,就按您说的这么做。 我急了,哭着求我哥道,哥,这是你的亲女儿啊。 我哥不耐烦地将我推了开来,你这丫头懂些什么? 先都说了,这不是我的女儿,是吃了我儿子的讨命鬼。 他们一口一个讨命鬼,便将这刚出生的女婴定了死罪。 嫂子虽然吃傻,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可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她紧紧护着怀里的女婴,生怕我们将孩子抢去了。 而那女婴此时竟也不提哭了。 她缓缓睁开眼睛。 一双眼睛黑得很,直勾勾地盯着我妈。 随后,女婴竟然笑了。 发出了奸细的笑声。 那笑声并不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倒像是一个野猫。 我妈浑身打了一个哆嗦。 她更加信了神婆的话。 神婆又掐指算了算。 这封女婴的仪式,应该在明天中午十二点局。 她让我妈准备好香灰和糯米。 神婆走后,我哭着求我妈改变主意。 可我妈只是冷眼看着我。 我又跪在我哥面前,求她放过这孩子。 我哥冷笑一声,又踹了我一脚。 见无法改变他们的主意,我便有了一个胆的想法。 那就是将这女婴偷偷送走。 只要将她送出村子,这孩子便还有一丝活下去的希望。 当天深夜,我趁着他们熟睡,偷偷溜进了我哥和嫂子的房间。 嫂子就算睡着,还是将孩子护得死死的。 我动作小心地将孩子抱了出来。 没想到孩子一瞬间就睁开了眼睛。 她黑漆漆地眼珠子盯着我,倒也不哭。 我连忙抱着她往门口走去。 可就在我要成功离开的时候,怀里的婴孩突然哭了起来。 但她一边哭着,嘴却上扬着。 这让我有了一种错觉。 仿佛怀里的婴儿是在笑着的。 哭声惊动了我哥和我妈。 我哥直接扇了我一巴掌。 他力气,我被打得眼冒金星。 只觉得喉咙口一股腥气涌了上来。 可这都不要紧。 我心里无比绝望,因为这孩子必死无疑了。 第二天中午十二点。 婴儿被放在了案板上。 神婆在地上撒满了香灰和糯米。 正中央,放着一个巨的黑色坛子。 这就是子孙筒。 婴儿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啼哭不止。 神婆淡淡地说道, 仪式可以开始了。 我妈手起刀落, 一下就断掉了女婴的右臂。 我心里无比难受,不忍去看。 女婴刺耳的啼哭声响起,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血腥气。 很快,婴儿四肢都被砍断。 但这时,她竟然还活着。 神婆一张白布盖在了婴儿的脸上。 然后,她们将女婴丢入了坛子。 就在坛子被盖上的那一刻, 我看见里头原本半死不活的女婴突然睁眼。 她笑了。 神婆封好了坛子, 又在上面贴上了一张黄符。 说来也奇怪, 她贴黄符的时候, 却怎么也贴不上。 足足贴了十多次, 才贴上了。 神婆又命令我哥将这坛子搬到后山上, 买好。 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我哥使出了吃奶的劲, 竟也无法将这坛子给搬起来。 她长得壮实, 又是村里立起罪的后生。 这坛子不过只装了一个女婴而已, 根本算不得多众。 我妈连忙上去帮忙, 可她和我哥俩合力, 竟也无法将坛子挪动伞。 突然, 我隐约听到了里头传来了细细的哭声, 还有稀稀苏苏的抓挠声。 孩子还活着, 我脑子一热, 冲上前去就想把坛子打开, 但我还没靠近, 就被我哥一脚踹倒在地上。 我妈抓起我的头发, 就给了我一耳光。 晦气晚意, 她狠狠地朝我催了一口, 神婆嘴里快速念着 我听不懂的语言, 随后她咬破手指, 将血滴在了坛子上面。 血一遇到坛子, 就诡异地融了进去, 哭声也紧跟着戛然而止。 这时神婆又让我哥去抬坛子, 这一次她很轻松地就抬了起来, 这路上千万不能让坛子落地。 神婆沉声说道, 我顾不上脸上的疼, 哭着去抱我哥腿, 求她饶孩子一命。 我妈气地又扇了我几个巴掌, 这一次她下手极重。 我立刻觉得头晕目眩, 两温热的血从我鼻子里流了出来, 外头下起了瓢泼雨。 此时, 我看见老远跑来一个影, 是嫂子。 她亮呛着跑了过来, 脸色惨白得很。 嫂子流着眼泪, 指着坛子连连摇头。 我哥冷眼瞥了她一眼, 孩子没了, 我们还会有下一个。 下一个要是胖小子, 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苦了。 嫂子听到, 表情愈发地癫狂起来。 她发了疯似地扑向我哥, 狠狠地咬了他一口。 我哥发出一声痛呼, 他一下子不稳, 坛子差点落在地上。 但我哥到底是稳住了重心, 他背着坛子不敢轻举妄动, 恶狠狠地瞪了嫂子一眼。 你敢咬我儿子? 我妈面目扭曲地抓起嫂子的头发, 将她立地往地上的石头撞去。 嫂子瞬间头破血流, 没了动静。 我叫一声, 扑到嫂子跟前, 查看她的情况。 好在嫂子还有呼吸。 我猛地松了口气, 背起嫂子就往村子上的诊所跑去。 好在嫂子并没有什么爱。 我带着嫂子回家后, 扶着她在床上躺下。 嫂子眼睛睁得的, 直勾勾地盯着她的肚子。 嫂子, 你在看什么呢? 快躺下休息吧, 医生让你多休息。 我轻声说道, 嫂子却做了一个虚的手势, 你听, 是不是我的娃在哭? 我愣住了。 下一刻, 我竟真的听到了奸细的哭声。 而那哭声, 似乎是从嫂子肚子里发出的。 嫂子嘴角咧得的, 她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我的娃没走, 是重新回到了我的肚子里来, 我的后背陡然冒出一股冷意。 可等我在竖起耳朵听的时候, 哭声又消失了。 突然, 外头传来动静。 我哥和我妈回来了。 见到他们,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 孩子彻底没救了。 我心里为孩子的死感到绝望。 我哥耸了耸肩膀, 这肩膀怎么忽然这么疼了? 媳妇, 快点给我按按肩膀。 我哥也不顾嫂子, 还虚弱着, 一下子把她从床上扯了起来。 她动作十分粗鲁, 要是平时, 嫂子早就哭了。 可她这时不仅没哭, 还带着一丝宠爱的笑。 嫂子眼神落在我哥肩头, 慈爱地说道, 怎么跑出来了? 娃娃? 她在那里多危险呢? 快回到妈肚子里, 我莫名觉得周遭的空气都冷了下来。 我哥下一时地瞥了眼尖头, 随后阴沉着脸嚷嚷道, 死娘们, 吓唬谁呢? 她不顾我阻拦, 就踹了嫂子一脚, 娃娃要掉下来了。 嫂子不顾自己身体的疼, 猛地扑了过去, 做出了双手接东西的动作。 下一刻, 我听到了一个很细微的声音。 我从小听力就比别好不少。 我发誓, 这一刻我确实听到了什么东西 落在我嫂子手上的声音。 很轻, 很细, 但我听到了, 可嫂子的手上分明空无一物。 嫂子闷闷地笑了起来,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调皮呀? 她做出了一个令我们所有意外的举动。 来, 回妈肚子里去, 嫂子拔捧着一团空气, 往自己下身赛去, 死婆娘, 更疯了。 我妈不以为意地说道, 我哥也没当回事, 只以为是嫂子被刺激得更加精神失常了。 只有我觉得浑身发冷, 我死死地盯着嫂子的肚子。 突然, 我看见她的肚子突兀地动了一下。 这一刻, 我感觉到了莫名的恐惧。 一周后, 嫂子竟然又被检查出怀孕了。 这个消息让我无比震惊。 因为按照常理来说, 坐月子期间的女是不容易怀孕的。 何况嫂子这才刚生产完一周, 连正常的例假都还未恢复。 可我妈和我哥却不觉得奇怪。 他们特地请了神婆, 这次神婆很肯定嫂子肚子里的就是一个男孩。 我妈欢天喜地地送了神婆好多贵重补品。 她和我哥对嫂子的态度也好了不少, 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可我总觉得嫂子瞧着有些奇怪。 她总是盯着肚子咯咯咯地笑着, 一边说道, 我又要把你再生下来一次了。 随着嫂子的肚子越来越, 她的胃口也愈发得好。 一天半夜, 我听到猪圈里传来了几声惨叫声。 我连忙穿好衣服出去, 却看见了极为恐怖的一幕。 嫂子小小的身体勾搂在那里, 竟疯狂撕咬着一个不知从哪儿爆来的婴儿。 婴儿发出刺耳的啼哭声。 没一会儿, 婴儿就断气了, 半截肠子露在外头。 她似乎察觉到什么, 猛地扭头。 嫂子的嘴还在不停地咀嚼着, 牙齿上沾染了血和碎肉。 她的眼睛在黑暗里, 也亮得出奇。 小翠, 好吃, 不够吃啊。 我清晰地听见嫂子咬断骨头的声音。 她站起了身, 摇摇晃晃地朝我走了过来。 我几乎是被吓傻了。 站在那里, 一时也忘了跑。 嫂子的肚子已经狠了, 可她却走得飞快。 没一会儿就走到我跟前。 她直直地盯着我, 凑过头来在我脖子上轮着。 我要多吃点, 给娃补充营养。 她嘴里碎碎念着, 眼露凶光地对准我的脖子张开嘴。 那一刻, 我又恢复了力气。 我猛地推开嫂子。 嫂子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动静狠, 惊动了我妈和我哥。 他们跑了出来, 连忙扶起嫂子。 我的孙子可不能出事啊。 我妈无比紧张。 我哥阴沉着脸, 走到我面前就给了我一拳。 我只觉得脑子嗡的一声, 整个都晃了起来。 死丫头, 你好端端地推你嫂子干啥。 我颤颤巍巍地指着猪圈, 她在吃婴儿, 我哥狐疑地走到猪圈前, 面色变了, 猪仔子被吃了。 我愣了, 吃的是猪仔不是婴儿。 可我刚刚分明看到, 我难以置信地跑到猪圈前。 猪圈里血腥味很重, 横七竖八地躺着 几只刚出生的猪仔的尸体。 这些猪仔都被咬断, 只剩下了半截身子。 不是婴儿, 我后背冒出了冷汗, 可我分明听到了婴儿啼哭的声音。 第二天, 我妈请来了神婆。 她恭恭敬敬地 给神婆端上来一杯茶。 先, 您说, 我家这是怎么回事? 不会对我孙子有影响吧? 神婆的手指动了几下, 突然眉头紧皱道, 坏事。 是后山那东西不甘心做的药。 我本来还想放那东西 一条生路, 封它个半年之后 就做法超度它。 可现在它既然敢动歪主意, 我就要让它魂飞魄散。 神婆浑浊的眼里迸发出一丝阴狠的惊光。 今天晚上, 你们跟我上后山。 深夜, 我本不想去, 但被我妈硬拉上了。 我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它们上山, 路上安静地出骑。 没有任何虫鸣声和狗叫声。 我感觉到了一丝不安。 两旁的路灯发出呲呲的电流声, 不时有些飞蛾往灯泡上撞去。 神婆走在最前面, 她年纪了, 勾搂着被走得极为缓慢。 我走在我妈和我哥中间。 明明是最炎热的夏天, 我却冷地缩紧了身子。 突然, 我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我拿出手机, 愣了。 神婆竟然给我打来了电话。 可眼前不远处的神婆 垂着身子往前走, 根本就没有拿手机。 我脚底升上一股冷意。 犹豫片刻, 我还是接起了电话。 手机里传来了很粗的呼吸声。 我压低声音, 喊了几声神婆的名字, 可依旧只有断断续续的呼吸声。 正当我准备挂断电话的时候, 那头终于出声了。 别、去, 就两个字, 却让我不寒而栗。 下一秒, 电话被挂断了。 这时, 走在最前面的神婆突然扭过头。 她的眼睛 似乎要比平常黑上不少, 正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谁给你打电话了? 许丫头。 我僵在了原地。 打错电话了呢? 我勉强挤出一个笑来。 神婆点了点头, 慢悠悠地转头回去。 我松了口气, 但突然, 我瞥见神婆的病位完全转过去脑袋。 她微微侧着头, 眼珠子却挤到了眼尾, 死死地瞪着我。 我倒吸一口冷气, 忍不住后退了一步。 突然, 后背传来一阵剧痛。 我哥立地踹了我一脚。 死丫头, 不往前走, 还磨磨蹭蹭地往后退干什么。 她妈妈咧咧地冲我说道, 我不想去了。 我不顾后背的疼痛, 声喊道。 我妈怒气冲冲地捏住了我的耳朵, 立意揪。 先说了, 这开谈必须要与这讨命鬼有血缘关系的三在场, 否则我也不会让你这晦气玩意来。 我的耳朵很快被我妈扯红了, 又疼又肿, 可这却半点没驱散我心中的恐惧。 神婆盯着我, 慢悠悠地开口道, 许丫头, 晚上的别乱看, 也别乱走。 现在是七月份, 路上孤魂野鬼多得很, 你体制音, 被盯上就麻烦了。 那些鬼东西最会骗了, 有时候他们会模仿的声音骗你离开, 可你现在要是一个回去了, 那就正着了他们的意了。 神婆苍老的声音里带着一股良意和警告, 我握住手机的手, 微微颤抖, 难道刚刚那通电话, 是那些东西迷惑我的把戏? 我赶紧去查看通话记录, 却发现通话记录里真的没有那通电话。 我哥在身后骂着催促我, 此时, 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跟了上去。 终于, 我们来到了后山上。 我哥指着一个位置, 道, 先, 那坛子我就是埋在这里的。 神婆点了点头, 挖出来吧。 我哥和我妈俩拿着铲子就开始挖, 但随着它们越挖越深, 我就闻到了一股血腥味。 刚开始味道很淡, 但到了后头却愈发地浓重起来。 我借着手机微弱的光一瞧, 吓蒙了。 我哥和我妈拿铲的仕途, 分明就是它们自己的身子。 它们表情麻木地一下又一下地铲着自己身上的皮肤。 明明铲子并不锋利, 可它们的皮却被铲得脱落下来, 很快就露出了里面的骨头。 这血腥的一幕让我头皮都快炸开。 我下意识地就要跑, 可我刚转身要跑, 手却被拽住了。 是神婆。 她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黑色的眼珠子此时显得过分。 许丫头, 我都说了这开坛需要三个至亲之在, 缺一不渴。 你跑什么呢? 我拼命挣扎着想要挣脱, 可她的手明明枯瘦如柴, 却力气急。 死东西, 干什么呢? 我妈暴跳如雷地骂道。 我转头一看, 看见我妈和我哥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 刚刚的一切, 仿佛是我的幻觉。 我喘着粗气, 也冷静了不少。 神婆看着我缓缓道, 看见什么了? 我都说了, 你体质阴, 那些东西缠你的身子, 会千百计地骗你走。 要是真走了, 我可就就不回来了。 我沉默着不说话, 依旧心有余悸。 难道真的是那些东西迷了我的眼睛? 好在之后, 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 坛子很快被挖了出来。 我哥, 仙, 坛子挖出来了, 要打开吗? 神婆点头, 坛子打开之后, 里头飘出了一股极为难闻的味道。 我哥骂了两声, 捂住鼻子后退。 我撞着胖子, 往里头瞧了一眼。 过去这么久了, 女婴的尸体竟然都没有腐烂。 而且最让我觉怪异的是, 这孩子似乎比当时放进去的时候了不少。 妈的, 这东西竟然还在长。 我哥叫一声, 女婴本来放进去的时候就小小一只, 现在身体竟合个六七个月的婴儿差不多。 她紧闭着双眼, 手脚处的伤口惨不忍睹。 这孩子分明就死了, 却还在长。 就好像, 我脑子里闪过嫂子一脸温柔地 抚摸着肚子的样子, 心脏狂跳。 就好像孩子真的回到了嫂子肚子里一样, 正在吸收着养分长。 这东西怨气太深, 一直不肯放过你们家, 所以必须要让它魂飞魄散。 神婆阴沉沉地说道, 她伸出枯瘦的手, 从坛子里将女婴抱了出来。 我鼻子发酸, 忍不住道, 就真的没办法超度她吗? 神婆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 把许娃子绑起来吧。 我愣了一秒, 立刻拼了命地转身就跑, 可还没跑多久, 脑后就一疼。 下一秒, 我就失去了意识。 等我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家了。 我被绑在椅子上, 在我的四周, 摆放着四只点燃的蜡烛。 我妈, 我哥, 神婆都在。 微弱地烛光摇曳着, 将他们的神情称得无比诡异。 你们要干什么? 我恐惧地喊道。 我妈凉凉地扫了我一眼, 啼笑肉不笑地说道, 乖女儿, 这是只有你能帮忙了。 我心脏突突直跳, 一股极为不安的感觉生起。 那东西比我想得要厉害, 身子虽在, 魂却已经跑了。 我们得把他的魂魄给抓住, 才能以绝后患。 神婆满脸阴森地说道, 妹妹, 这是确实是哥对不住你, 但谁让你是女孩呢? 我哥一面说着对不起, 脸上却没有丝毫愧色。 他脱下自己的衣服, 往自己身上使劲蹭了几下。 随后我哥就凝笑着, 将衣服盖在了我的身上。 我妈小心翼翼地问道, 先, 你说这鬼是靠味道来分辨的, 只要将我儿子的衣服盖在我女儿身上, 然后我和我儿子都泡在水里演去味道, 那逃命鬼就会来找我女儿报仇。 我妈这话一出, 我心一下子就凉了, 原来他们打的主意是让我成为诱儿。 我冷静了不少, 冷冷地盯着他们。 事到如今, 我也终于明白了, 我妈和我哥从来就没有把我当家过。 很快, 所有都离开了。 屋子里黑漆漆地, 只剩下我自己。 我呼吸急促, 未知的恐惧让我身子不住地颤抖起来。 突然, 我听到了一阵很细微的声音, 稀稀素素的,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爬的声音。 我身子一下子紧绷了起来。 黑暗里, 蜡烛的火光竟然快速摇曳了起来。 我害怕到发抖, 想喊, 却喊不出声。 烛光照在墙上, 反射出一个奇怪的影子。 小小的, 像个婴儿, 就停在我前面不远处。 他来了, 我想要尖叫, 想要求他放过我。 但我的喉咙就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一样, 丝毫发不出声。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墙上的影子离我越来越近。 下一刻, 我感觉小腿被什么东西给摸上了。 很凉, 冷得跟个冰块一样。 我听到了婴儿间隙的笑声。 我的膝盖处一沉, 我恐惧到了极点。 虽然我什么也看不到, 但膝盖处的重量告诉我, 分明就有个东西 趴在了我腿上。 一股阴冷的感觉 蔓延至我全身。 我好像整个被泡进冰水里一样, 冷得不住颤抖。 也就在这时, 门一下子被推开了。 神婆一个向网一样的东西 罩住了我。 下一秒, 我就看见网中 有什么无形的东西正在挣扎。 神婆冷笑一声, 嘴里迅速念着奇怪的话。 网缓缓收紧, 很快便没有动静了。 这下, 看你还往哪里跑。 神婆提起网, 解开了我的绳子。 临走之前, 她颇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 也就这一下, 一股更为恐惧的感觉席卷我全身。 风吹过神婆的衣角, 露出了底下的衣服, 红色的兽衣。 神婆她为什么要把兽衣穿在里头? 就在我还在疑惑的时候, 门后面突然探出来一张脸。 原本已经离开的神婆,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折返。 她死死地盯着我, 突然咯咯咯笑了起来。 刚刚你看到了, 是吧? 我后退了两步, 手心发冷。 好在神婆并没有进来, 盯着我一会之后又离开了。 我这时才放松一些下来, 后背早就被冷汗打得湿透。 这一晚上, 我睡得极为不踏实。 迷糊之间, 我总是听到婴儿的哭声。 突然, 一个巨雷降下, 我粗喘着气惊醒过来。 原本睡前关上的窗户,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风吹开了。 痘的雨滴被风吹了进来。 我起身正准备关窗的时候, 瞳孔猛地一缩。 我看见了窗檐上, 有一双很小的手。 这双明显看着就是婴孩的手, 苍白的没有任何血色。 手紧紧地攀着窗檐。 但我的房间是在二楼。 我心脏狂跳, 缓缓探出头去。 可什么也没有, 连手也跟着消失了。 仿佛一切都是我的错觉。 半夜两点多, 我刚要迷糊入睡的时候, 却瞥见一个影溜了进来。 我吓一跳, 起身开灯一看。 是我妈。 她垂着头, 面无表情地盯着我, 手里拿着一碗浑浊的水。 水里浮着很多像灰一样的东西。 我刚要问她, 我妈却猛地掰开了我的嘴。 她力气狠, 不管不顾地将这碗水往我嘴里倒去。 我被呛得连连咳嗽。 看见碗见底之后, 我妈才松开了我。 你给我喝了什么? 我惊恐地盯着她。 我妈冷笑一声。 是那讨命鬼的骨灰。 先说了, 要想完全把那东西封住, 最好的办法就是封在一个体质阴的身体里。 听完, 我立刻冲到厕所, 挖着嗓子眼就呕吐了起来。 可我就算吐得胃发疼, 也什么都没有吐出来。 那些骨灰, 就像牢牢地粘在了我的胃里一样。 我红着眼睛走了出来, 我死死地看着我妈。 她不仅拿我做诱饵, 竟然还把女婴封在我身体里。 这一刻, 我感觉到了绝望。 我近乎于绝望地吼着, 在你心里, 我这个女儿的命就一点都不重要是吗? 我妈淡漠地瞥了我一眼, 我们家必须要有男丁继承。 说完这句话, 她就离开了。 只剩下我瘫坐在原地, 崩溃地哭。 这是之后, 嫂子顺利地生下了一个男婴, 是神婆来接生的。 但那孩子出生后, 脖子上竟然有两个小小的黑手印。 我妈见状, 脸色立刻变了。 先, 这怎么回事, 该不会是那逃命鬼, 神婆却摆了白手, 她已经被封住了, 跟她没关系了。 这手印无碍, 等孩子长一点, 就会消失的。 我妈和我哥都松了口气, 我妈抱起婴孩, 喜欢得连连亲了几口, 可下一秒, 变故突生。 这孩子突然狠狠地伸手, 朝我妈的眼睛里抓去。 这孩子刚生下来就有指甲, 这一下, 谁也没反应过来。 我妈发出惨绝环的叫声, 她的眼球, 竟然被刚出生的孩子给抓烂了。 可就算如此, 她都没有扔下怀里的孩子。 我哥吓坏了, 连忙接过孩子, 看我妈的伤势。 鲜血从我妈的左眼里流了出来, 她疼得直抽抽。 可那孩子却自顾自地咯咯咯笑着, 还将沾着血的小手往嘴里送去瞬息。 嫂子也跟着哈哈笑起来, 疯疯癫癫地喊着, 好啊, 好啊。 我哥连忙问神婆是怎么回事。 神婆皱着眉头, 摇着头说, 不该啊, 家里此时一片混乱。 我冷眼盯着, 无动于衷。 我心里早就对我妈失望了, 再也不会把她当作家了。 这或许是她的报应吧。 我妈很快被送去了医院。 当医生得知 这竟然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孩抓的时候, 都非常震惊。 我妈的左眼到底是保不住了。 其实, 她的伤势并不是很重, 要是经过手术的话, 本来还能保住眼球。 可就在做手术的时候, 医生却发现她的眼睛被严重感染了。 从她的眼球里, 竟取出了很多黄色的纸线。 这把镇里的医生都给吓到了。 当他们把取出来的纸线拿给我看的时候, 我一眼就认出了, 那是原本贴在子孙坛上的黄服。 从医院出来后, 我盯着自己的肚子出神。 或许, 那个女婴根本就没有被封住。 我妈被送回来之后, 也不敢贸然抱自己的孙子了。 可这孩子亦不愿被我哥抱, 只要我哥一抱, 要么嚎啕哭, 要么死死地盯着他。 我哥本来就脾气不好, 直接就被惹毛了。 他把孩子狠狠地往嫂子身上一扔, 指着孩子就骂道, 我是你老子。 可孩子被这样对待, 竟也不哭不闹, 一双黑漆漆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哥。 他嘴里发出了奸细的笑声, 我嫂子也跟着笑了起来。 那笑声像极了之前的女婴。 我哥被吓到了。 她的火一下子没了, 颤抖着说道, 该不会那讨命鬼还在吧。 我妈脸色阴沉, 拉着我哥就要去找神婆。 出于看好戏的心态, 我也慢悠悠地跟着去了。 神婆家住在村子最边上的位置。 这里偏得很, 再加上神婆非常不喜欢有来她家, 所以我也是第一次去。 操, 这什么味道? 好臭。 我哥捂住鼻子说道, 我紧皱眉头, 也闻到了那股味道。 那是从神婆屋子里散发出来的味道, 很臭, 像是什么肉泪烂掉很久发出的腐臭味。 我妈敲了敲门, 没硬。 她急了, 伸手去推门, 吱嘎一声。 门没锁, 一下子, 一下子就开了。 门一开, 那股刺鼻的味道更浓重了。 我妈离得最近, 直接弯下身子干呕了起来。 我虽然也觉得恶心, 但忍住了。 我更奇怪的是, 神婆虽然老, 但又不是失去嗅觉, 怎么能在这么臭气冲天的屋子里住着。 房间里乱糟糟的, 一些剩菜堆在桌子上, 吸引了无数的苍蝇。 我哥的脸色很难看, 看得出他一刻都不想在这个屋子待着。 他硬着头皮喊, 先, 接连喊了几声, 都没应。 突然, 我妈颤抖着手, 指着桌子上的菜道, 你们快看。 我顺着我妈手指的向看去, 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 桌子上放着的并不是什么剩菜。 仔细看, 那些都是发灰的泥土。 泥土里, 还有白色的蛆虫在蠕动。 这时, 我突然听到了神婆的声音。 她喊着我的名字, 声音闷闷的。 我皱着眉头, 朝着声音传来向走去。 许丫头, 我在这, 她的声音像是被什么堵住了, 极为沉闷。 我的脚步停在了一个灰色的小坛子前。 在这, 神婆的声音竟然是从这个坛子里传出来的。 而且不仅我听到了, 就连我哥和我妈都听到了。 我哥冲了过来, 打开了坛子。 下一刻, 那股令极为恶心的腐臭味扑面而来。 他像是见了鬼地尖叫起来, 坛子被摔在了地上, 里面涌出一股红的发黑的血, 还有很多碎肉和体组织。 我直接吐了出来。 我哥吓疯了, 撒腿就往外跑, 可他刚要跑出去, 就惊恐连连地退了回来。 我看到神婆站在门口, 脸色沉沉地盯着我们。 他咧嘴一笑, 怎么不打招呼就过来了。 我手脚冰冷, 一阵震撼一涌来。 神婆的眼睛越过我们, 停留在了地上被那些碎肉伸上。 他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表情无比地诡异。 还是被你们发现了呀, 我突然想起那天上后山挖坛子的时候, 接到的神婆的电话。 难道那天的神婆就已经死了? 那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东西? 神婆的脸色愈发地阴冷, 突然他尖笑着, 朝着我妈扑了过来。 但还没靠近我妈, 就被我哥一脚踹在了地上。 下一秒, 躺在地上的神婆身形迅速干瘪, 最后竟然变成了一张薄薄的纸。 我蒙住了。 如果神婆早就已经死了, 那杀死她的又是谁? 为何这个纸 又让我们把女婴的尸体挖出来。 此刻, 我震惊地几乎失去思考能力。 警察很快来到了我们村子。 我听到村民们议论着说, 神婆这至少死了有个半年了。 神婆死后, 我妈和我哥的情况变得愈发不好起来。 他们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了下来。 尤其是我哥的变化最为明显。 他一个一百五十几斤的壮汉, 如今瘦得只有九十多斤。 整个就像骷髅披了一层皮似的, 可他偏偏吃得最多。 每一顿要吃比以前多个三倍的食物, 可吃完了还是一直喊饿。 有时候, 我甚至看见他眼冒绿光地盯着我, 流着口水说着, 嗯, 好饿呀, 我妈的情况也没比我哥好多少。 她经常神经兮兮地朝着我说道, 听到没, 又有孩子在哭, 我打心眼里就决定要离开这个家。 高考成绩下来后, 我如愿考上了省外的学, 可我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我的嫂子。 我侄子脖子上的黑印果然淡得差不多了, 她愈发地长得可爱。 每次我一抱着她, 就会甜甜地冲我笑着。 我曾问过嫂子的意见, 我想带走她和孩子。 到了学, 我可以兼职养活他们。 可一直疯癫的嫂子像是突然听懂了我的话似的, 她冲我笑了。 不着急, 妹子, 时候还没到, 不过快了, 这时候的嫂子看着跟个正常没什么两样, 甚至眼里都闪烁着精明的光。 我愣住了, 就在我即将要去学的前几天。 我终于明白了嫂子说的时候到了是怎么回事。 那天晚上, 我被吵醒了, 屋外传来了奇怪的咀嚼声, 像是什么在狼吞虎咽吃东西一样。 我疑惑地推开门, 却看见了让我此生难忘的一幕。 我哥趴在我妈身上, 一口一口地撕咬着他身上的肉。 嗯, 好饿, 我妈不断地发出惨叫, 但身子早就已经被吃了一半了。 诡异的是, 他们身上的皮肤竟自动一层层脱落下来。 我猛地想到那天晚上, 我看见我哥和我妈产子产自己的皮肤。 我终于明白, 这些天为什么他们消瘦得那么快。 因为他们里头的肉, 早就在那天被他们自己产下来了。 嫂子抱着孩子从里屋走了出来。 她的表情非常的平静, 甚至可以说得上淡漠。 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哥吃掉了我妈。 当我哥满身鲜血, 摇摇晃晃地朝我走来的时候, 突然她一下子摔倒在了地上。 一瞬间, 皮肉似箭, 露出了里头的骨架。 我与嫂子四目相对, 她咧嘴朝我笑了。 妹子, 来,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通过嫂子淡淡地讲述, 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嫂子在被我哥买回来之前, 就是别口中说的那种半仙。 她懂点竖法, 也给看向算命。 最厉害的技能, 便是能操控之。 但除了这些, 嫂子的能力其实没有太强。 只能对付像神婆这样的半调子。 可或许是透露的天机太多, 抱英镜到了嫂子家头上。 一天晚上, 嫂子刚回家, 就看到自己的家的尸体倒在血泊里。 几个男正在翻箱倒柜, 其中一个男里头, 就有我哥。 据的刺激下, 嫂子当场就冲上前要跟他们拼命。 可一个弱女子就算懂点数, 那也不是这几个五三粗的男对手。 嫂子很快被打得鼻青脸肿。 那几个男折磨了他一整夜。 据的刺激下, 嫂子疯了。 或许是我哥急于想要个媳妇, 就把疯癫的他带回了家。 失去第三个孩子的时候, 嫂子受刺激过度, 竟意外恢复清醒。 她杀死了神婆, 又准备杀死我哥和我妈的时候, 突然改变了主意。 当时我在想, 我的孩子受到如此折磨, 怎么能让他们这么轻松地死去呢? 嫂子缓缓说道。 于是她开始装疯卖傻, 做了一个神婆模样的纸。 她亲手挖出了被封在坛子里的孩子的尸体。 为了不让我哥和我妈起疑心, 她演戏演到了底, 给你喝的那并不是孩子的骨灰, 只是普通的浮水而已。 你身自虚, 喝点浮水能强身健体。 我虽然懂点悬术, 可我也只能装疯卖傻。 我能力不强, 生怕他们找了更厉害的来 对付我和我的孩子。 许翠, 你好好去读学吧, 我想带着孩子回自己家乡看看。 嫂子冲我, 笑着说道。 我知道, 她不愿意跟我走, 也不愿意拖累我, 成为我的负担。 告别之际, 我摸了摸侄子的脑袋。 她却突然口齿不清地朝我笑着说道, 谢谢你当时想要阻止, 我愣住了。 再次看向她的时候, 她却浑然不知地玩着玩具。 一年后, 我在学校里收到了嫂子的来信, 信里只有一张照片, 嫂子抱着孩子, 甜甜幸福地笑着。 AGAIN, 所有auen。 osed کہ 维画公 entregアップ结设 Done, 维画并, 更刀委呈的截 opini Steel, 维画 millones。 第二次看工作。 pulses Wii Sie,